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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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食物? 還有壽司、薄餅和蛋糕 真棒,我不用咬了 謝謝潮先生… 謝謝潮先生 不是我的 是我嗎?大家好,大家好 甚麼? 食物都到齊了,潮先生 不如讓大家休息一會,吃點東西吧 好 大小姐買菜 去沙東吃東西,不要客氣 謝謝你,吃東西 姐姐,為什麼你突然間會來? 今天衝突不在,人們去了拍廣告 走吧 我不是來看衝突 姐姐,你是不是來探望我班? 很開心 弟弟,你開心就好了 不過我姐姐今天就有些正經事想做 我沒有會要開的 你有沒有會開的? 沒有其他會 今天只有編劇會 當客戶的故事都很麻煩 我就是來參與你們的編劇會 不好意思 我最不喜歡的就是投資方 干預我們的創作 我不會干預你的創作 你也會說我是投資者 我有權參與劇組的任何會議 我需要問過你嗎? 如果你不想干預我的創作 如果你浪費了我的時間 出不及劇本,是不是你負責任? 我答應你 如果有什麼事,我負責吧 待會的會議,如果有任何一刻 你覺得我的存在不舒服 那你帶我走 阿倩她維護劇本的創作是對的 但大小姐她作為投資方 想了解多點也很正常 既然她說了不會干預劇本的創作 也會為這個進度而負上責任的話 上來吧 來,走吧 有什麼就不要轉彎抹角了 是不是對我最近的劇情 有什麼不滿意的? 是吧 我只是想贊助你們的劇情 越來越精彩而已 我昨天在家餐廳吃飯 剛好我看到電視機播了馮敬耀 前妻突然撒出來的預告 看到全場的食物都不知多肉感 那你山上水縣來 就是打算上來給我嗎? 我還想說 我可以預視到 這個將會是劇情的高潮 我作為投資者 我想跟你們說 你們要寫好一點 千萬不要辜負觀眾的期望 我其實是… 你放心,大小姐 阿善向來她每一場戲都很認真去量 可能是有些位置還沒量量 但後續發展依然有很多可能性 那有什麼後續發展的可能性? 說來聽聽 但你們不要給我一些好行的估計 誰知道我為行嗎? 我看過很多電視劇 那些前妻突然撒出來 都不外乎是那幾味 要不是為錢 要不想拿自己兒子的器官來救自己 又或者去救和其他男人生的子女 甚至突然出現想和前夫一起 你不是那些劇本生成器作出來的橋段嗎? 所以我想聽聽 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總之我的劇情 也不是你以上所說的 那你當陈敬耀的前妻突然回來 她是為了什麼? 她前妻回來是為了勸奉敬耀 加入反政府勢力 我們的劇情很偉大的 不是為了這些異類事情 原來還可以有這些原因嗎? 我真的想不到 你想來幹什麼? 你別說替我真的長住在這裡 你別傻了, 我像不像你 做個窮編劇 我是想確認一下 劇本生成器的確沒有這個方向 不過我真的有點古奇 為什麼你對這個題材這麼有興趣? 我作為一個投資者 我是很有責任去幫助你寫劇本的質素 繼續說一些劇本後續的法治可能性 給我聽吧 你們繼續聊聊 我先洗手間 你幹什麼? 我想知道姐姐這麼想開這個編劇會議 就想去問她 你姐姐是想借紅上線的腦 你想想, 如果阿輝的前妻突然回來 會有什麼可能性? 姐姐一直擔心這件事? 你姐姐和阿輝在一起 已經預定了很多不同的方案 不如現在結婚, 行動已經升級了 姐姐做了什麼? 她在外國養了一群頂級的醫療團隊 隨時準備好 幫人做各種移植器官的手術 移植器官? 姐姐擔心阿輝的前妻 或者她和另一個生的子女有重病 需要Philip的器官嗎 聰明, 突然聰明這麼多 我看很多電影都是這樣說的 不過姐姐真聰明 這麼少你未遇到籌謀 我說她笨就對了 拿過那幾千萬把瑞士銀行 又不拿出來投資 就是為了隨時可以拿出來 賺錢來搭那個女人 你為何姐姐這樣做是多餘? 她和阿輝結婚的時候 新聞都鋪天蓋地 那個前妻有什麼理由不知道 但是全部是音訊 我想輝哥的前妻 永遠是姐姐生了一條刺 想不到紅上線 你真的沒有我想像之中那麼廢 真是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發 我又啟發了你什麼? 那個啟發就是在管理方面 想不到讓你們這些造勢的自由發揮 都可以出得好東西 你醒了嗎?我不是你的孩子 沒理由沒氣 你真的覺得阿輝的前妻會回來嗎? 不是100% 但是只有0.01%也算有可能 剛才你又得到什麼啟發? 我的啟發就是 我之前所做的一切應變措施 都是有需要的 原來那些前妻回來的原因 是你永遠都想不到 你覺不覺自己有點走火入魔? 我不覺不覺 待會我還要叫我的應急小組 再重床計議 好, 去洗手間 我回來了 有炸雞吃 哪個小朋友想吃? 如果不是小朋友 是大朋友可以吃嗎? 大小朋友也可以吃 Philip, 平時一聞到炸雞的香味 就真的撲出來 今天有什麼事? 炸雞好像真的很好吃 又香又甜又多汁 有些事 Philip不在嗎?發生什麼事? 你有事瞞著我嗎? 關於Philip的嗎? 其實我不是有事瞞著你 就是我沒想到怎麼跟你說 不過你聽完之後, 不要亂想 什麼意思? 你怎麼知道? Philip的親生媽媽回來了 怎麼你會知道? Philip去了她 她說想見Philip 剛才跟Philip婆婆 接了Philip去酒店住幾天 你姐姐回來為什麼? 為了你?為了Philip? 還是為了錢? 還是全部都是? 應該只是為了Philip 她說想Philip跟著她 那可惡搞了 她想跟著她 你知不知道她現在的現況如何? 她的財務狀況 她的健康是否正常 還有她的婚姻狀況 她現在是單身還是在睡? 我真的不知道 剛才她突然出現了 我也沒什麼跟她聊天 你見過她 那當你沒見, 她有沒有變? 她以前是做啤酒妹的 剛才她說她從外國回來 我想她應該沒有做的了 不過感覺上跟以前也沒什麼改變 沒改變? 那就是跟以前一樣這麼窮 人窮就容易搞得多了 八輝, 你不用擔心我 當年是她自己一走了之的 現在她突然間出現 說想要回Philip 真的沒那麼容易 就算將來我們打官司 官都不會判Philip跟著她 而且你跟Philip感情感深 她一定會留在你身邊 我知道, 其實也不擔心得那麼多 始終她也是Philip的親生媽媽 難道她想見Philip 我可以拒絕她嗎? 況且Philip自出生以來就沒了媽媽 想跟自己親生媽媽相處一下 也很合理 豈有此理 錢仔回來了 你竟然什麼都不知道 我給你這麼多錢 養了你這麼多個月 你竟然連這麼基本的東西 你都搞不定 大小姐, 不是我不想查 只不過你之前給資料太少 根本查不到 好 那她現在回來了 你當點資料吧 你立刻趕快替我起她 如果你再有什麼甩漏 我刷你的招牌 知道 為何這個世界這麼多人頭豬 放鬆點… 那個女人想接到Philip Philip又不是跟他走 況且他們父子的感情這麼深厚 糟了, 我跟Philip不是 我真的很怕我會害到阿輝沒有了我兒子 媽媽, 你幹嘛買這麼多零食 這些是Terry早幾晚 替他們做直播的限定優惠 你喜歡吃的薯片 我也替你搶到優惠 搶完就沒有了 就算不值得你也不應該買這麼多 而且今早你已經喝了汽水 你別再喝了 你什麼時候管我喝了多少汽水 我們學校教了 我喝了很多糖分是不健康的 還要加速腦化 你胡說 我都不知道多健身、多年輕 我經常上班很累很辛苦 當然要補充糖分 你要補充糖分, 吃個橙吧 不用, 我不吃橙 我要喝汽水 你別這麼頑皮 我身為兒子 應該照顧媽媽你的身體健康 來吧, 汽水活收 當然不行 你又不是我親生兒子, 你管我嗎 我知道 你今天早上打開雪櫃 那雪櫃只剩一缺汽水 就不弄餓了 小朋友喝了這麼多汽水才沒益 我幫你喝了它 你不是我親生媽媽 我以後都不理會你 吃穿了你, 送菲林 不是親生兒子 這麼沒腦的說話都說得出 你那天跟他開玩笑而已 他不會放在心裡 不是的, 小朋友很在意這些說話 小朋友又特別敏感 你敏感是真的嗎? 我今天早上發訊息給他 他也沒有回覆我 以前他也不是這樣的 難道真的生氣我那件汽水事件 你別再發訊息給他了 他們現在天輪之樂 你任由他吧 什麼天輪之樂? 你不是說菲林不會跟他媽媽走嗎? 你倆母子這麼久沒見 遲覆你一會而已 平時你對他也很好 怎麼會為一罐汽水生氣你呢? 一罐汽水殺傷力都可以很大 菲菲會不會為了 給我一個完整的家裡的Philip 而跟前妻伏合? 那我不是什麼都沒有 你會不會想得太誇張了? 這個是胡蝶豹 你搞什麼? 你完全不是我認識那個農曆年 你怎麼這麼沒自信? 對, 我不應該妄自菲薄 我為了這場仗準備了這麼久 我沒理由戰士未開始就認輸 那就對了 他不是說錢仔帶了Philip去長島嗎? 沒理由, 那個女人是平凡人 怎麼會有錢住六星級酒店? 旺角也有一間長島賓館 他們會不會住那間? 怎麼搞的? 不行, 我要去接兒子回來 吃飯吧 去哪裡找他? Philip寄了一張照片給我 說他現在跟他媽媽 在酒店餐廳吃自助餐 我查了科研 這裡是酒店客房 這裡也是客房 這裡就是通往酒店餐廳的必經之路 你還慢吞吞?走吧 別這麼心急 我怎麼可以讓他知道 我趕後趕命來找他 我就要坐在這裡等他出來見我 是呀…這樣會有型的 等了兩小時, 我討厭你 你不要打擊我的意志 我一天沒見到那個女人 我一天都不會走 不知道你們兩位是不是我們的住客? 問你幹嘛? 看你們兩個都坐在這裡兩小時 我等人, 現在有限時嗎? 我等你們酒店的住客, 行不行? 不知道小姐你想找哪位住客? 她姓錢, 叫妻 我們沒有一個住客叫錢妻 怎麼會沒有? 她在你餐廳吃自助餐 不是呀, 伯母 這間餐廳是廣東六星酒店長島 她是老婆 她會不會不是你所說的平凡人? 舅父, 平凡人是分很多種的 可能她丟下了一個兒子這麼久 她想對阿輝女兒好一點 她就打腫了臉, 衝大頭鬼 萬一她沒有簽訂單 會不會叫阿輝賣? 不可以讓她煩阿輝的 走吧…轉場, 我去找她 龍小姐, 房間已經準備好 隨時開室房休息 謝謝 聰明, 設定訂房間 那就補多久都可以了 那兩天半小時了 你什麼都吃完了 那就等我們吧 所以更要坐在廊坡裡 坐定, 等他們出來 你和我金晶火眼網絡 什麼事? 在照片裡, 我看到前妻的真身 看看 看不見嗎?這裡 看不見 這裡, 哪裡能反倒她 看到, 但看不見她的樣子 這張照片的訊息量還不夠多嗎 什麼訊息? 從這張照片 對, 我很肯定這個女人 就是一個衝大頭鬼的人 那你怎麼看過? 憑她的衣著 挺漂亮的 漂亮? 這種人穿起龍袍也不像太子 有錢人是這樣穿的嗎? 你…你看看我… 我漂亮嗎? 漂亮, 當然漂亮 這些才是有錢人 所以我很肯定 這個就是穿起全身A4 衝大頭鬼的平凡人 對你來說就更好 也是的 用錢就可以打法這些人走 所以我決定主動出擊 用錢趕她走 你是Linda? 是嗎? 你是新打法的前妻嗎? 你好, 我是錢… 我知道 你是我老公的前妻 生Philip的那個 錢小姐, 你好 想不到在這裡遇到你 還是你只顧著Philip過來找他? 我當然是顧著Philip 不過我是故意來找你的 Philip呢?他不是說跟你在一起嗎? 我們剛剛吃完舖票 我媽媽帶了他去天際遊泳池遊說 不如你去我的房間 我們慢慢聊吧 順便可以等Philip仔 好啊 舅父 反正我還沒見識過經濟客房 就去你的房間參觀一下 好啊, 去吧 好啊 真是總統的房間 看來他有點錢 你挺懂得享受 以為這房間我老公會幫你結帳 行了, 你不用麻煩他 稍後我幫你下去賣了張單 不用客氣 我已經付了兩個星期的錢 隨便坐 好啊 那不要浪費大家的時間 我們進政體吧 你這次回來是想拿回Philip 是啊, 這次我想和我兒子團聚 你這麼多年都沒來過他 你突然之間回來想和他團聚 我想請問你有沒有盡過做媽媽的責任 我會努力補償給Philip仔 那你有沒有問過我們的意願? 阿輝很疼Philip的 他不會願意放手 我作為他現在的媽媽 我亦不會讓他跟回來 龍小姐, 我真的很需要他 只要他回到我身邊 我會不惜一切 為什麼你需要他?你有病嗎? 還是你和第二養生的小朋友有病 需要拿Philip的器官來做移籍? 舅父 我想Philip仔幫不了你 你別想他平時是跳跳紮 其實他是打壞你的 他很多暗病 Philip仔的醫療報告? 你也看到Philip的器官多弱才行 他哪適合做什麼人體移植 不過如果你有需要 我也認識很多醫生 甚至是外國的頂級醫療團隊 你不用擔心 你想多了 不說這些, 那你真是想說錢 我看你這麼喜歡住總統套房 不多不少也應該有本錢 你是不是看中我龍家大小姐的身分 知道我財控世大 舅父, 給我開張五百萬支票給她 五百萬? 我想…這樣也要看形勢的 我現在就簽一張五百萬的現金支票給你 都買斷了Philip 你收了錢之後, 我拜託你 不要再騷擾Philip和我老公 那支票我不會收的 我都知道你想輸資開大口 你想加多少, 儘管說 想不到Philip對你來說 只是值五百萬 這次我回來想取回兒子 已經有準備了 你是接龍集團的太子女 我一直都在想究竟多少錢 你才會滿意 希望這個銀碼你們會滿意 五千萬? 看來前妻很堅決要回Philip 看來你的樣子一端不怕 我怕什麼?我不知道多老定 你現在替我叫陳警司 我要舉報有人開兇頭支票 你說這張五千萬是兇頭支票? 怎麼會不是兇頭支票? 我從來都沒有看錯人 開這張票給我 是虛張聲勢, 真是真實 但是開兇頭支票是犯法的 萬一你對了, 他不怕嗎? 他會不會沒那麼危險? 我拜託你聰明一點 他知道我身分背景 錢我很多錢 我會貪他的五千萬 他根本沒有預約我去投資票 但是他為什麼會開張支票給你? 想帶我 我給他五百萬, 他給我五千萬 令我以為他比我有錢 我會歉嗎? 想不到這個女人這麼有心計 幸好你識穿他, 我就被他拋窄了 舅舅, 你別這麼多廢話 你現在馬上給我拿一張兇頭支票 去兌換他 想拋我的浪頭, 你這次還不信? 好, 如果有膽怯的話 馬上叫陳映 畢竟他是Philip死的媽媽 隨時要坐牢 那怎麼樣?現在是他犯法 我可不可以開他的? 搞什麼? 我對兇頭支票搞這麼久 Linda, 想不到你不用怎麼考慮 就肯給我一個兒子 我打來是想親口跟你說一聲謝謝 你說什麼? 我什麼時候又告訴你Philip? 你等一會 我現在沒空, 我再聯絡你 Cuff, 你搞什麼? 對了表隊那麼久 快點, 車銀樓口 把支票好像沒有彈到 什麼? 車銀樓口 車銀樓口 真是對賭? 小燕, 你幹什麼? 前妻剛打給我 說你收了他五千萬 現在要帶走Philip仔 怎麼辦?我賣了Philip仔 好, 太好了 快點, 淋秘了 太好了 太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